Hello 大家好 今天是我新冠的第五天 症状和昨天差不多有点咳嗽 有痰 鼻水 食欲比昨天有所增加了些 今天其实我想跟大家聊的是 在日本被确诊新冠之后是如何安排阳性患者的 除了重症者需要住院之外 其他人就配点给你止痛药 降日药就完事了 医院就复制到此为止 之后有什么不安或需要什么帮助的 自己联系日本的保健所 由他们来复制调配 因确诊后第二天我家里人浮泻的厉害 也不想吃 所以很担心就打电话给保健所 工作人员电话里问的也很详细周到 他们为了解除我们的不安 告知我们需不需要医生前来家里问诊 医生问诊是不收任何费用的 还问我家里有没有那个血氧饱和度测定制 没有的话都可以问保健所借 会叫问诊医生一起带来 这个就是我昨天晚上问诊医生带过来的血氧饱和测定制 测了一下血氧饱和度在98% 这我还是第一次用问诊医生告诉我们 只要在95%以上都是正常的 那如果要是在90%以下就必须要叫救护车 看看得一次新冠也让我长知识了 后续有进展的话会继续分享给大家 拜拜 拜拜